我記得第一次遇見這個人的時候 我就被他的聲音吸引了 不用問我是誰了 總之他就擁有一把會令我覺得很平靜的聲音 我只是想他知道無論如何 我都是很支持他 還有很想見到他開心 我也為了他做了一件事 就是寫一首歌給他 當然他不知道 是否這隻 嗯 是 也不告訴你